WBC經典賽即將開打 有一句話在中華隊裡面流傳 是說穿上了中華隊的衣服 不是為了你自己 是為了台灣人 那些尖叫歡呼的時刻啊 那些賺人熱淚的瞬間 都是因為我們的 中華隊 今天就來跟大家聊聊 經典賽到底有多瘋狂 經典賽有哪些經典時刻 還有哪些是你不知道 關於經典賽有趣的場外趣事咧 哈囉哈囉 去你的news我是Cindy呂 講到經典賽的時刻啊 第一個想到也是 靜蠻旺的 覺得是2013年經典賽 那一年也是中華隊 第一次打進八強 當時正中好手 每一個說出來都是巨星等級 你一定都有聽過 王建民 郭鴻志 高志剛 彭建民 周志祺這些傳奇好手 可以說是當時中華隊 最強陣容的一屆 台灣的優秀表現 讓全球觀眾都嚇了一跳 更被日本媒體報導說是 日本隊史上的最大危機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 當時一開局 中華隊派出王牌投手 王建民登板先發 在第三局的時候 靠著周思琦在滿累時的精準選球 率先獲得分數 5G2L有人時 再靠孔正銘40安打得到1分 七局打完還是以2比0 領先日本哦 八局上 日本隊就開始展開了攻勢 快速拿下2分 中華隊在被追平之後 立刻再追分數 彭志銘 林志勝 周思琦 連續敲了3支安打 告訴中華隊再度超前 隨著台灣逐漸領先 日本球迷在場邊開始不斷的讚嘆 哇 中華隊好像很強 講到後來 講說 中華隊果然很強 漸漸的球場大螢幕出現的日本球迷 幾乎都提不起勁 因為這場比賽是近年來 中華隊實力離日本最近的一次 球局上兩個人出局 一壘有人 台灣只要載一顆好球 就能擊分日本隊 但沒有想到在這個時候 戰局出現了變化 一壘的鳥骨鏡竟然大膽的側動 倒了上到了二壘 接著 緊端紅河打出了關鍵安打 追平分數 讓雙方進到了延長賽 時局上半 日本的中田祥打出高飛犀先打 幫助日本拿下超前分 所以最後中華隊的技能還是以3比4 輸改了一笨 很多的球迷都說 當年看到這場直播 真的是看到心臟快要跳出來了 因為那一場的震撼跟拼搏 會不至於你們在哽咽 感到後面甚至是會直接爆哭 當時這場的球迷都分享 當中華隊選手在投球球圍成一圈 向全場球迷打線的時候 東京巨蛋內4萬多名球迷同時起立 故障 不管是中華隊還是日本隊的球迷 都會留下的眼淚 中華隊的球員林志生跟TOLO 到現在他還會夢到那一幕 永遠都會記得 日本直播選手高金陳武則說 2010年他有來台灣打過直播 結果才3年 中華隊的棒球就變得非常強韌 不是輕鬆就能打扮的年輕 超乎他的想像 其實最後中華隊喜敗 仍然是近年來 全隊氣勢和向心力最好 也是最受對手尊重的一支中華隊 絕對景點 2013年經典賽重要時刻不斷 另外一個就是楊耀勳 楊耀勳每次出賽都會帶起場邊球面士氣 當時預賽前兩場中華隊接連擊敗了澳洲和荷蘭 第三場面對四仇南韓隊 中華隊派出了女外走投楊耀勳先發 楊耀勳投到三局下 中華隊以一分領先 直到對上南韓的鄭耿宇投出了4壞球保送 大家當時就想說 楊耀勳這個狀態 嗯 怪怪的哦 哪裡怪呢 當時的過程當中啊 電視轉播就排倒楊耀勳投球的左手 每頭彎一顆球 手都會去抓褲子 其實現場來說啊 球員投彎球抓褲子很正常 可能是有手看啊 或是習慣動作 但鏡頭放大之後 好像不太對勁 球庫上面竟然有血跡 而且不是一滴兩滴 是一整片 哇這可不得了了 投手的手是最重要的 更加是投球的那隻手 當下體育主播在轉播的同時 就遠端喊話楊耀勳 欸你都能贏成了啦 只是當然 他們聽不到 場面的教練到這個時候 也沒有發現楊耀勳已經流血了 是一直到南韓的里程夜打擊 楊耀勳再次投出壞球 教練才發現 楊耀勳流血了 趕快把他換下場 場面的球迷啊 看到完全是激動到哭出來 因為楊耀勳這個舉動 就是為了中華隊在 遇血奮戰 後來他就得到了 血褲投手的稱號 一直被淘得到幾天 還有一個經典賽的經典時刻 絕對是大師兄林志勝 林志勝 林志勝除了打過三屆經典賽 其他大賽之力也是洋洋灑灑 目前他在中直升雅 累積的299轟高居榜獸 還沒有人可以超越他的 拳雷打王獎座 也被稱為是貨真架實 台灣最惠魂的男人 當時他在台日大戰八局下的時候 對上被日本球界 視為松阪大福接班人的日本投手 天中降大 大家原本都會以為 這可能是想硬仗 沒有想到這最會轟的男人 輕鬆打了出去 上了二壘 哇 當下場面的球迷 別說有多激動啊 除了楊耀勳林志勝 還有一個創造經典時刻選手 你猜到了嗎 他就是 王健民 也是第一個在陽姬隊出賽的台灣人 當年日本隊一得知 王健民要回來台灣 代表中華隊出賽 馬上大陣仗 輕鬆王健民想要找到方法 突破他的升卡球 網友紛紛說要不是投手的球數限制 不然讓王健民投到比賽結束的話 日本絕對沒有機會 那年2013年的經典賽 也再次奠定了王健民為國共同的一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經典賽幕後的有趣時刻吧 攤開過往的經典賽中華隊對戰韓國的成績 第一屆是以0比2敗退 第二屆更是以0比9輸球 到2013年的時候 中華隊在國際一級賽事上 已經連續輸韓國六次了 也因此對上速碟韓國那場比賽 是台灣人的希望 比賽開打之後 果然高潮跌起 以韓國職棒球員為主體的韓國隊 不是等賢之輩 韓國隊打線掀起一波波攻勢 企圖攻破中華隊的防線 但都被中華隊精彩滑擊 到了第四局的時候 中華隊保持2比0的領先局勢 但沒有想到的是 一直到八局下 韓國隊打出了一顆兩分的拳雷打 中華隊瞬間被逆轉 逃不過素敵的命運 當下已經撥了18年棒球的 專業體育主播徐展元 演化中的淚神終於忍不住 直接在轉播當中哭了 還喊著 好想贏韓國 我好想贏韓國 好想贏韓國 真的很想贏韓國 我真的好想贏韓國 導播甚至把畫面直接定在主播身上 而不是球場上 這段影片當天也火速在網路發酵 引起網友的熱言談論 很多人說徐展元是大家的嘴嚏 就是嘴巴嚏聲的意思 講出了大家的心裡話 好想贏韓國 另外一個有趣的例子啊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一句廣告的經典台詞 不放手 直到夢想到手 這就是當年紅片全台的沙士廣告 代言人正是楊帶綱 當時楊帶綱被封為是最優秀的 旅日棒球好手 特地回到台灣 來代表中華隊參加經典賽 聽完這些時刻 是瞬間覺得中華隊紅不讓啦 快來告訴我WBC哪一個經典時刻 是最讓你難忘或是想哭的 也告訴我 你最期待哪一位球員的表現吧 Tune the News 我是Cindy旅 喜歡今天的內容 歡迎留言跟我們討論 也不要忘了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或追蹤我的粉絲團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知識呢